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三条重磅新闻 首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 乌克兰获准使用美德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这一决定引发了克里姆林宫的强烈反应 认为这是在挑起美俄直接军事对抗 接下来,十大民主国家的外长联合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并敦促平壤停止武器出口和核武器发展项目 最后,德国曼海姆市发生了一起持刀随机攻击事件 导致数人受伤 警方最终开枪制止了凶贤的进一步行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周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 拜登总统已批准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国武器 特别是在俄罗斯对哈尔科夫的袭击期间 尽管如此,美国仍禁止乌克兰使用 阿德克姆斯陆军战术导弹和其他远程打击武器 德国政府也表示 同意乌克兰使用德国提供的武器攻击边境附近的俄军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这种做法是鲁莽的 可能引发与莫斯科的直接军事对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认为 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是迟早的事 美国之音中文网包括七国集团在内的十个民主国家的外长发表声明 谴责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用于俄乌战场 这十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西兰、韩国、英国和美国以及欧盟 他们敦促朝鲜停止武器出口 放弃核武器发展项目 并对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表示严重关切 声明强调 朝鲜的行为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并呼吁朝鲜放弃所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否认了这些指控 称其为荒谬的一策 五角大楼的报告证实 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了朝鲜制造的弹道导弹 美国之音中文网 德国政府在美国立场松动后 同意乌克兰使用德国提供的远程打击武器 袭击俄罗斯境内部分目标 美联社指出 这对乌克兰军方来说意义重大 特别是在哈尔科夫州遭遇俄军袭击后 美国和德国的政策变化 允许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州防御行动中 使用这些武器打击越境的俄军 尽管如此 美国仍禁止乌克兰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kums等远程导弹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支持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 但北约内部尚未达成共识 俄罗斯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并威胁要进行沉重的回击 星州网 德国曼海姆市近日发生一起 持刀随机攻击事件 造成数人受伤 事件发生在极右翼活动 加斯图尔·陈伯格举办的反对 激进伊斯兰教集会期间 凶手突然持刀攻击 斯图尔·陈伯格极其制攻 导致斯图尔·陈伯格脸部和腿部 严重受伤 一名警察的背部和颈部也被刺伤 警方迅速反应 开枪制止了凶手 才使得男子受伤停下动作 目前详细的死伤情况 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星岛日报 印度快运航空一名26岁空姐 苏拉比因在职场藏匿 近一公斤黄金企图走私而被捕 苏拉比从阿曼的马斯卡特 飞抵印度坎诺尔时 因走漏风声被机场当局拦截 结果在他的职场内 发现了960公克黄金 初步调查显示 苏拉比并非首次犯案 他多次成功走私黄金 每次都能获得一笔用金 并供出了同伙的姓名 苏拉比目前被关押在 卡诺尔女子监狱 这是印度首次发生机组人员 利用职场走私黄金而被捕的案件 当局正在调查其背后的走私网络 香港电台 香港特区政府对美国国务院 拟对与香港国安法相关人员施加 签证限制表示强烈不满和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称 美国政府的行为是卑劣的政治操作 妄图恫吓坚定维护国家安全的人员 并对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进行干涉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特区政府强调 法庭在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中的裁决表明 相关行为是为了破坏香港特区的政治制度和架构 与争取民主和人权毫无关系 特区政府重申 香港法院独立进行审判 不受任何干涉 并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 星州网报道 以色列军方首次确认其部队在加沙南部的拉法市中心开展行动 以色列军队在拉法市中心发现了哈马斯的火箭发射器 隧道和武器库 并在该市东部和加沙与埃及边境的费城走廊沿线 找到更多武器和至少20条跨境隧道 以军表示 哈马斯精锐部队鲁赫巴一名成员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 袭击的具体地点未明确 但根据先前声明和目击者报告 可能发生在沙布拉难民营集市中心附近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音像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支付严口费并造假账目 被12人陪审团裁定34项罪名成立 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刑事入罪的前总统 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厦间传媒时批评裁决是骗局被操纵的审判 并表示这种情况不应发生在其他总统身上 他提到自己想在审讯中作证 但被律师拒绝 称即便如此他仍愿意作证 法律专家指出 被告不出庭作证并不罕见 特朗普之后 预计前往新泽西州度周末 并将在加州和内华达州展开筹款之旅 德国之声报道 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登场 聚焦防务与安全议题 首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思将发表主题演说 预料提及中国与菲律宾的南海争端 美国防长奥斯汀和中国防长董军将在会议期间会晤 讨论中美关系与台海议题 专家认为这次对话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有助于军事沟通但不会带来突破 中美关系因多项问题持续紧张 台湾议题和南海争端也将成为讨论重点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思将重申菲律宾在南海的立场 并致力于维护国际秩序 美国司法部宣布与多国执法机构合作 成功摧毁了一个名为911S5的全球最大僵尸网络 并在新加坡逮捕了其中国籍首脑王云赫 这个僵尸网络自2014年起通过虚拟私人网络 VPN散播恶意程序 感染全球近200个国家的超过1900万部电脑 随后出售这些电脑的登入权限给网络犯罪分子 用于金融欺诈 身份盗窃 儿童剥削 走私等犯罪活动 王云赫在2018年至2022年间通过这个网络获得了9900万美元 并在多国购买了21处房产 他若被定罪 最高可能面临65年监禁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官方公布的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意外回落至49.5 进入收缩状态 这对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专家指出 国内消费疲软和出口环境恶化是主要原因 中国的两个最大出口市场 美国和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加剧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 欧盟也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等产品提高关税 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制造业复苏脆弱 未来几个月贸易保护主义将成为主要阻力 尽管政府出台了一些刺激政策 但短期内制造业PMI难有显著改善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政府宣布不会出席瑞士举办的乌克兰国际和平峰会 理由是中方参加会议的条件未获满足 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应参与 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支持 称没有俄罗斯参与的会议毫无意义 瑞士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提议筹备此次峰会 希望为乌克兰和平进程打下基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方提出的三个条件难以实现 因此决定不出席 此举令瑞士和乌克兰感到失望 而俄罗斯则认为中国的决定表明没有俄罗斯参与的和平会议是徒劳的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野门胡塞武装宣称 他们已经向在红海直勤的美国艾森豪威尔 号航空母舰发动了导弹袭击 以回应美国和英国针对野门的致命袭击 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 该袭击是对美国和英国在河台打省的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的回应 马西拉电视台播放了袭击后的视频 显示受伤平民正在接受治疗 胡塞武装高级官员穆罕默德·布海蒂在X网站上表示 他们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 并以升级应对美英的侵略 美国中央司令部和英国国防部分别表示 他们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进行了成功的打击 胡塞武装运动与伊朗结盟 并在德黑兰谴责美英的袭击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胡塞武装多次对红海航运发动袭击 导致国际航运公司避开红海航线 尽管美英对胡塞武装目标进行了报复性打击 但胡塞武装的行动并未停止 新洲网报道 英国 澳洲 纽西兰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国防部长 在香格里拉对话场边举行五国防卫协定会议 决定今年在亚洲举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 将提供F35联合攻击战斗机参加演习 新加坡靠近印尼的战略位置 使其成为重要的潜舰航道 今年的演习将首次部署P八海神返潜巡逻机 马尔斯强调FPDA与中国无关 而是成员国希望紧密合作 马来西亚防长拿督斯里莫哈莫卡利表示 今年的演习将会有无人机和其他非常规力量的参与 英国代表怀特透露 英国计划于2025年派遣航母到新马一带 讨讨如何配合五国联防的军演计划 星周网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星期日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 香格里拉对话并发表演讲 据联合早报了解 泽连斯基将在星期日到达新加坡并当天离开 他目前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出席第三届北欧乌克兰峰会 泽连斯基近日密集出访 本星期已访问了西班牙、比利时和葡萄牙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这是他第一次到东南亚国家 相会将在星期五至星期日在新加坡举行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